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知高阳 终能疯狂 永不如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导师慈悲教导 心心与飞扬 不如今处 观传 自在圈面 结合血 不思不放不将往 大方心心与愿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 今天的课程是 教孩子的学问 第三集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 我们接触过很多 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 其中有很多孩子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些孩子呢 就是能说会道 嘴巴很巧 很会说 而且讲很多大道理 有的比大人 讲的都明白 都清楚 但是真正当孩子 干活的时候 或者做事情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做 有很多父母呢 还觉得孩子 这样很好 经常夸赞他们 以他们为荣 就是这种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种的问题 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从古到今 凡是 明白的家长 都知道 那个 对于孩子的一生 是可以这么讲 就是 一切凶灾祸患的开始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头一个 叫巧言 吝啬 嘴巴会说话 会讨巧 他看着你 你看那个 笨笨的 他不会巧言 孩子天生 比较聪明 可惜 走错了路 以这个说话 讨巧 来成为自己 觉得是一个特长 是个优点 所以他就 专门发展这个 家长也鼓励 能言善道 大人都说不过他 那么这个孩子 能力又特别强 可不可以呢 也不行 有能力 没能力 嘴巴这么巧 都不是好事 吝啬是什么呢 吝啬 就是 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情 你看他很小 他知道 这个用颜色来 讨好你 来取悦别人 他可以用这种方法 得到他想要的 他能驾驭自己的神色表情 要巧言 吝啬 这样的人 父子讲 叫嫌疑人 要很少 心里边还有人后的 人心要是没有人后了 他离凶灾祸患 就很紧了 古王今来 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 都明白 这个孩子能说会道啊 有格外的警觉 为什么呢 你看 父子常讲 论语里边讲 那于言而敏于行啊 你看他说话好像笨笨的 这个呢 他有着朴的一面 好像是笨 这不是纯朴 实在讲 给自己招灾惹祸的机会就少 你那个孩子好像 哎 瞧嘴巴嗝 能说会道 他招灾惹祸的机会就远远大于别的孩子 不但他自己的内心不忍厚 反过来还给自己招灾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到底 什么是孩子的优点 你看得出来啊 我们对这些 能说会道 口才很好 变才很好的 这些学生 孩子 要格外警觉 我们从事这个四书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 这些年来 我对这件事情 特别的警惕 男生 女生 我们都见了很多了 凡是 在我们看起来这是毛病啊 凡是有这种毛病的 能不能啊 让这个学生啊 在学校学下去 都要打个问号 前提条件什么呢 先得改变 你这个不改 不往下教 那怎么办呢 你看有的是挂个直语牌 哎 有的是 说废话 说闲话 自己长嘴 那个会说巧话的 那更要长嘴 所以你看 古来的大德 圣贤 在他们的家训里面 都有这种非常详细的教导 他们往往都是 一代一代一代 来验证 夫子所讲的 调言吝啬嫌疑人 凡是有这种特色的这种孩子 人生都不大好 那你说我孩子好像 也挺能说 也挺好啊 哎 那是表面现象 那是战时现象 哎 真正的灾祸 你看古人家 80%以上 是因为说话造成的 祸从口出 所以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而今天的家长 对传统文化 完全不了解 学传统文化 到底为什么 是不是贝贝古文 琴棋说话表演表演 附庸风雅 不是啊 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 四个字 趋吉避凶 让你的人生 孩子的人生 趋向于吉祥幸福 哎 避免凶灾祸患 你想不想要 凡事人都需要 四个字 趋吉避凶 学传统文化是为这个 哎 如果说传统文化学校 老师对这个都不了解 哎 对这个都不是内行 那你趁早不要教 你趁早不要办这个学校 你非把孩子耽误不可 你还以为这个孩子 你看他多好 你还在那夸他 你把他害了 以后有时间 我们会详细的 慢慢的给大家讲这个 哎 说实在话 这都不是好兆头 有的那个学校 我们看到 那个孩子 改他这个毛病 打一年 稍稍好一点 多大孩子 七岁 到八岁刚刚好一点 哎 从两三岁 家里人就夸 真会说话 真会 这个这个 讨巧人还奖励呢 那爷爷奶奶 还紧着 给他好吃的呢 那个孩子 从小他就都学会了 哎 我打个比方 咱们是一个单位 说咱们现在要干活 哎 就这个人 耍嘴皮子 哎 且在那耍嘴皮子 最后大家 坑着坑着干活 他 哎 多了 你一次 蒙大家 两次 那个领导都看在眼里 同事都看在眼里 没有不讨厌他的 没有不烦他的 他自己自以为得意 你看 我说几句话 哎 我就能 不受这个泪 你哪里知道 真正有福报的事情 人家不会选择你 人家看看你 不说话 厚道啊 不会说什么 知道这样的人 不能靠近 耍嘴皮子出神 所以 纳于言 好 敏于行 好 古往今来 哪一个有成就的人 是靠耍嘴皮子过来的 反过来 哪一个耍嘴皮子 没真本事的 又好下场啊 都是父母 给交错了 小的时候 敢耍嘴皮子 一个巴掌扇过去 你再试试 现在的父母 是不觉得这样不好 反而还觉得 这太好了 孩子曾会说话 对 所以我们这样的节目 他们要多看呢 哎 现在电视台 不交这个 你看那些广告 不都是花言巧语吗 是 哎 花言巧语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世间 有 十种过恶 嘴就占了四种 就说话占四种 头一个 妄语 说话骗人 这人没说话 这人你能靠近吗 从小就这毛病 撒谎 哎 小事 小事 那就不要听圣贤的 不要听代代相传的 这个经验呢 谁不愿意把子孙后代交好了 别有灾难的 都是把那个惨痛的经历 书上写的 自己看到的 亲身经历的 哎 告诉给后代 千万不能够啊 不可以啊 就怕你惹祸 就怕你这人生痛苦啊 哪家不这样 啊 所以都在 中国的 家训里边 哎 很多大的家族 他都有自己的家贵 嗯 说什么都是假的 爱自己的孩子 总是真的吧 是不是 所以说他都把那个最好的放在里边 你把这些家训 摆在面前 啊 从最古老的 文王教子的都有啊 一直传到清 啊 几千年来 你摆在面前 你发现 一样 你能不受震动 你能不受教育吗 都为什么一样 那是规律 它不是规律 它怎么能一样呢 哎 那那一个朝代十年一换 一百年一换 你们总说过时了 啊 那过去也面临这个问题 说过时了 你那是唐朝的事 哎 现在都是明朝了 有人说这话吗 没有 只有我们现在人敢说这话过时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敢说了呢 因为把传统话通通达到了 不相信了 所以他就敢说这过时了 五千年 一万年 中国人不敢说 现在我们敢说了 行 你敢说了可以 家家受罪 三岁孩子父母叫不了 啊 这就是啊 你看 家家受罪吗 现在 中国 外国 统一一个问题 一口同声 孩子不好管 老师说 孩子没法教 这不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吗 那请问 行 你用西方的方法 你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束手无策呀 所以说 这些家训 摆在面前 你敢不学吗 再说一句话 你想让孩子有成就 你能不学吗 人家是都出圣人 出贤人 出伪人 都是靠这个教出来的 师父常讲 家庭教育是 头一位 怎么教啊 不会教 我看很多家长 听我们这个课 没多了 听两堂 由衷说了一句话 我们是真不会教 这实话 他听明白 哎呀 是这么回事 是真不会教 哎 你说 他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我们之前接触过很多家长 就是很多都是把孩子送过来 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 教不了 因为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家庭教育基础上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缺乏很多常识性的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把孩子再交还给父母 请他带回去 很多家长 尤其是妈妈都问一句话 老师 这个孩子我们带回去 怎么教啊 哎 都是问这个问题 所以 哎 你看 我们看这个周一 周一里面有一句话 叫家人话 女正为婚内 男正为户外 内就是家呀 这个女子在家里都干什么呀 是不是 你天天看电视 现在都在那 天天在那消遣打麻将 这叫什么呢 不安守本分的 那你说这女子当了妈妈了 是不是 那都干什么 她天职本分是什么 什么叫天职 与生俱来 老天给你的职务 工作 那叫天职啊 不是谁发明创造的 哎 头一个 教子啊 相夫教子啊 你是老师啊 现在你去问问 哪个妈妈会叫我 你现在把那孩子退回去 那个妈妈还算是学佛学传统化 有点名理 你再到马路上去问 99%的家长会说 我孩子挺好 哪有你说这些毛病 你看你都说不过他 你看 对不对啊 你看我孩子多聪明啊 老师 我们曾经这个见过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孩子呢 从两岁开始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 就是刚才请教您的 能说会到 这孩子说话的时候特别溜 他会顺着老师的话 往下说 哎 很会讨巧 就是嘴巴是那种鸡巧 这个孩子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不喜欢吃面条 挑食 对 挑食 不喜欢吃面条 这学长就说你吃面条啊 这个一看是面条 他跟学长讲 学长 我刚才忘了跟你讲了 我今天其实我不饿 我今天不吃了 我不想吃 这是有一次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呢 也是吃面条 他跟学长讲 学长这个面条现在太热了 我先吃馒头 馒头吃了两个馒头之后 他又跟学长讲 学长我这个馒头 我吃太饱了 面条我今天就不吃了 我吃不下去了 这个就是啊 典型的技巧心 心里边呢 机关算尽 他自己还觉得挺巧妙 你看 你看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讲 这些东西全是给人带来宰货的 大巧若拙 那是好的 看上去好像笨笨的 纳于言 不大会讲话 好 好现象 不大会讲话 记着 不是他不会讲 所以说 古话常讲 贵人与话池 一定要记得这个话 什么叫贵人与话池 这个人说话慢 人家问他什么话 他总是 很舒缓的告诉 从小就这样 不是张嘴就来 他的命就贵 这个命确实就好 你不能不承认 命确实有贵贱之分 要不要自己的孩子 家人 这个命运好啊 从这上面就能看出来 张嘴就来 那个巧舌如簧 那个命 不贵啊 贵人与话池 所以人为什么要学弟子贵 不要看不起他 弟子贵里讲 凡道字 重且书 重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这个每一个字 吐的很 那个吐字发音的很重 不是这个意思 他还有什么意思 很沉重 好像说着费劲 书呢是慢 重呢 甚沉 持重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从小就教个孩子这个 贱命也变成贵命了 举手投足 你看弟子回家 宽转弯 物极极 物模糊 缓接连 都是叫人慢 重 曾国藩 鼎鼎大名啊 毛主席 蒋介石 这些人 他们这样的人物 最佩服 独服 曾文正宫啊 最佩服他 他 曾国藩是怎么教育孩子呢 走路 说话 两个字 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 重 稳重 持重 还有一个是威 要有威仪 要有样子 站有站向 左有左向 他知道 人心端正 他自然 他就有威仪 是吧 心有技巧的人 他不可能重 他会看上去轻薄 折服 折收 你说这个言语啊 有多重要啊 老师如果说 这种技巧 是用来骗人 用来赚钱 那会更可怕吧 因为现在社会上 有一种现象 好像是叫营销 就是这一支笔 它明明只值五块钱 但是它会通过 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 有一个最常见 就通过嘴 然后把它 之后从一百块钱 卖出去 营销术 画术 他们叫 这个就是 鼓励大家 骗人 鼓励大家 去坑人 现在把它 每期名曰 叫营销术 如果说 骗人 坑别人 一块钱的 这个东西 你就能卖到一百块钱 这成了本事的话 你们想一想 父母做这个行业 孩子能学好吗 你说这个人做这个行业 他平时 言谈举止 说话 能不带出来吗 没有下班 他回了家之后 他还是那么技巧 他就把这个技巧的心 传给下一代 那个孩子 是断断 叫不好的 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 综艺节目 就是我曾经看到过 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她是模仿 那个一些笑心 讲话 都是很 很滑稽 引人发笑 然后他们把这种 越是 越引人发笑 叫做出彩 出彩 对 四岁的小公园 就开始学这些 对 我听说 今年的春晚 有个节目 有一个小孩子 在那转 好像是不头晕 是不是 有这么一个节目 他们别人问到我 说 你怎么看 我说 孔老夫子 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子不语 子不语 就是他不说 不说什么 四样东西 怪 利 乱 神 头一个就是怪 反常的 嘴上不说 你说这人倒着走路 看看 不说 不传播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里边有很深的道理 为什么尊为圣人 世世代代 千家万户 无论是 朝廷 还是民间 都经过检测 你违反 你是谁 为什么 孔老夫子不说 我们现在不但说 还要把它张扬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来看 这个 这个就是怪 你看现在暴力 色情 这些东西 都成了产业 它藏在那个产业里 要不然你怎么赚钱 这就是产业里的行规 是不是 为什么 这些东西不能讲 它会让人们脑子乱 行为乱 让整个的一切都混乱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这四眼说的 自不语 怪力乱神 这个东西 有些人有这个功能 不要说的 说这干什么 那大家学了 行不行 那好 你说他在这转 这个能当饭吃吗 能增长这个人的德行 学问 能力 哪一样能增长 那你说 现在为什么都把它 这么多的 这个中国的外国的 都把这些东西放到媒体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刺激你的收拾 说白了 就是这句话 一个人正常的说话 孝敬父母 这有什么意思 他给他父母 来两刀 咬他父母两口 所以做新闻的都知道 这是西方人讲的 西方价值观 太喊人了 狗咬人不是新闻 没人看 所以西方这些媒体 他的大财助 来支持 来办的 所以他不赚钱 他不办 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 他就这一个目的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伤人 有道理 这个东西不好在哪里 把人的欲望心都刺激起来 你不看不行吗 所以正常的都没人讲了 奇奇怪怪的都上来了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些表演 我们就知道 这是因 果是什么呢 果就是说的 让世界毁灭的两类人 其中一类就是媒体的聪明人员 你总播这些 是何用意 居心何在 猎奇 是不是 少见 人咬狗 人追着狗直跑 是好看 代价是社会乱 我们不能只图一时痛快 看到这好玩 鼓掌 违背了圣人 圣贤的教导 违背了就会有灾祸 更有甚者 我听说 做一些这些奇怪的事情 还能让他赚钱 还能让他出名 名利双收 天下的孩子还能学好吗 你家的孩子还能教得好吗 所以很多的晚会你不要看 他看了之后 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 你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孩子给他恢复成长 就像一张纸 见上墨点 你要想让他恢复成一张白纸 你何必惹这个麻烦 所以为什么很多年 我们都不再看电视了 我记得 好像前一个时期 有一个广告 这广告现在 也都是 很多都是不正常 我看媒体爆出来 是个什么的广告 我不记得 那个妈妈跟孩子说 看妈妈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想娶妈妈 广告说的 好像有这么个事情 人为什么都这么说话了 因为正常的赚不到收视率 赚不到钱 一切都是唯利是图 再好的人也给交换 如果你的孩子 在那天天看这些娱乐节目 就你们讲这个 耍嘴皮子 耍贫嘴 就能当明星 赚大钱 谁还愿意 十年寒床苦当好人 这不是大实话吗 还用看这些经典吗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老师 现在这个 90后了 00后都在追这个明星 有的明星就是 腿很长 长得很好看 现在在网上 就是大家都追捧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这个就天天跟她的男朋友 就讲 哪个男明星长得好看 哪个男明星长得好看 之后她的男朋友受不了了 到一个整容机构 把自己的脸 跟这个明星 整成一个样子 这种现象很多 对 等到 这个整容 她都有个有效期 就跟任何商品一样 有效期 多长时间 她那个有效期 到了的时候 无效期来了的时候 那脸毁容的时候 她的女朋友 或者她的太太 就会抛弃她 这是你想要的吗 所以现在的人 糊涂到家了 把这个当成正常的 在媒体上大量的去宣传 孩子们都学 说话 言谈举止 你去看她像谁 她是像个圣人 还是像个小人 圣人 贤人 君子 古来都有标准 从来没变过 那是自然规律 小人也有标准 所以说 标准就不知道 满街都是小人 怎么来的 还不知道 还很痛苦 一看古书 都知道了 原来 没有受教育的原因 所以师父常常讲 今天 海内海外 这个社会这么混乱 乱世的原因是什么呢 使教 丧失教育 怎么能恢复 知识人都恢复正常了呢 恢复圣贤教育 就这么简单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